農幹先生他還要選機 我是看不到任何樂觀的理由 看長這個外長這麼成功 第一點我講韓市長 因為農介兄弟很聽 我說了我太猶豫 因為我昨天是看網路的直播 我評估這個 凸子 漢子跟燕子 還有主角謝農介的那個 他們發言的時候台下的反應 觀眾朋友你們也可以去看 昨天的這個 我們中天也有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我個人覺得掌聲最大 迴響最大的還是韓市長 但是韓國 第一男主角 很抱歉 因為我們知道要選機是農介 我們絕對不會再不記得 不過我的看法 我的觀察是 韓市長他Hold住那個場面 而且他還會提起 盧秀燕跟何友宜說 我們是不是往前走一步 或者隨著謝農介的 他的tempo往後退一步 比較像有一點那個 山都的老大哥的感覺 我的觀察 今天自由時報也特別提到 這個跟謝農介剛剛講一樣 他說其實這個梗很好玩 綠色媒體很喜歡這個 他說我們觀察 發現去參加的 很多不是第二選區的人 這個在當年的 我想韓濱兄很清楚 就當初韓國瑜在辦晚會 這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們觀察很多都不是高雄人 對 來參加韓國瑜都不是高雄人 這個才是重點 就因為不是謝農介選區的人 他跑去 他跑去幹什麼 他跑去多的是小庭 這個反而更令人感動 我整理幾個我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不樂觀的這個部分 你說你對謝農介的選情不樂觀嗎 沒關係他人在現場 他承受得住 請說 待會兒可以聽農介兄來做說明 這是2012年 2012年立委的選舉 那時候農介兄對著陳廷飛 觀眾朋友你自己看 看這個得票率 看這樣差多少 這是非戰之最 因為這區 這個台南五位立委都是民進黨 2012年 我們看2016年 農介兄對著陳廷飛 你看這個得票率 你看差這樣 你自己看這樣差幾% 很難算 所以我說農介兄在代表國民黨 在台南市都是高雄人 這是2016年 我們來看黃偉哲 黃偉哲得76% 這是全國最高的得票率76.47 黃偉哲對著這個是國民黨的黨功 這第二名是國民黨的黨功 所以實力有差距 所以這個得票率非常的懸殊 我們來看2018 這個今年 這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區 這區就是郭秀珠 這區就是那個什麼村姑他媽媽 陳小玉 四個候選人 四個候選 陰選三席 結果郭秀珠是唯一落選 你看這個得票 這第一名跟第二名 這兩個都是民進黨的 這兩個民進黨 第三名這是國民黨的 你看這超多 剛才農介兄說你的關鍵 我說不得管理 這是一月二出過年前的投票率 台北市30.39 台中市25%多這樣 這個投票率非常非常的低 我們之前都抓四成 結果沒想到 還有25%這種投票率算 所以我給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這次的議員 我們也讓謝龍姐抓 謝龍姐做不到一年 還要再選一次 一般來說 李彥秀李委員 他當選就當四年 李委任期 他這次謝龍姐也抓 就算給他抓 他做不到一年 明年議員還要投票 對他就沒講過 所以最近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真的因為我不是國民黨的動員 我說一句新來話 萬不幸 萬不幸我這個烏鴉桌的時候 我拜託國民黨 後來讓謝龍姐做一次不分區 讓他去當不分區 我說如果我的烏鴉嘴成真的話 讓他去當不分區 你這次沒選上的話 你就烏鴉嘴就講清楚 我怕觀眾聽不懂 因為為什麼 主持人我做一個改選 我要把你的烏鴉的形象確立 謝謝 龍姐兄在台南已經犧牲很多次 這次我也沒說很樂觀 萬不幸的時候 是不是國民黨把他安排讓他不分區 讓他去佈局下一屆的市長 龍姐你要不要反駁一下輝文 現場誰講話掌聲最大 是你嗎 當然因為我在澎湯市長 路市長到後市長的時候 觀眾朋友 現場的朋友 都很熱情 你說破壞聲 當然韓國瑜的破壞聲 是比較大聲 因為不可好人 尤其在南臺灣 在這張雙骨裡面 它是帶來比較多外憶的效應 但是圖子 漢子 燕子 這也是一個新聞的重點 所以這張雙骨看是看店 山跟民 一個立體 那麼輝文這樣說 這是我們因義偉感 放進深淵 我也知道這是很困難 但是越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比較有堅定的意志 加這個骨心 一直不斷在這裡突破 是我們總的 你看李遠秀和我們這麼好 我也沒有邀請他去 我跟他拜託說你來 因為那個焦點就是說 他們還有不同的任務 不然我後一間就是這麼年輕的 中生代這裡大家要怎麼來結合 為什麼這些農民要邀請他們出來 因為有很多農民 可能這次輝文說的是看過期的資料這樣是對的 但是我是怎麼今天可以走到這裡來 就是過去是我們去拜託農民 回表給你 我們要好給你 你是要 我是要回答給你 這半是農民跟我們說 我們做回來拚 因為他看到我們 所以他願意站 我還要說這裡的魚 過季或什麼 農民跟漁民 主動騎出來小庭 尤其我想不到那個盤頭 可以有890的油農 他願意說 沉我去 他是在這個電視台看說我要帶 我是要帶鳳梨農去 賣過季 他油是這個月現在在開花而已 為什麼他卡電話說他想要含我去 他說他早就 他今年一定要共識 因為今年白樓含中修六五年而已 所以拜託給我們看 我們可以拿一些頂端的 我承認去的時候是 給他們對方對岔 然後我替他們說一些 比較麻煩的 賣不要怎麼做 然後翻頭回來要求農民 你有辦法把老臣 新臣的分路鬼 你賣人10塊就10塊 你賣人10塊就10塊 你賣人15塊 這他們做得到 我說如果這樣 人家通路上就可以賣 他們看到過期看你吃東西 你才有可能 對這個過季行銷 農民 貴賓 貴賓的頂端 無所不值 你都會了解 我說不是因為很多農民 貴賓 來跟我說 他們剛才的問題是這樣 為什麼韓國人要去貴賓餐島 為什麼韓國人要去賣菜的餐島 要去農家島 他不是像說你只要去大一枚 去人家吃一片飯 他是去看 他當時叫打賣魚 住在農夫餐島 人家四點半要去掛菜 你才會知道掛菜起來的過程多艱苦 你在這裡打賣魚四塊盆的時候 你心裡想說他四點盆那個掛菜 那樣的掛到11點 在頭端端端端的時候 那個艱苦 所以這些打賣魚四塊盆 所以這就是感動欣修 今天我講的和尋規文 會掃過的參與 農民和我的活動變成 過去是我們主動 現在是相風活動 明星變 所以這個改變讓我會覺得 我說這樣比較快 照你說這段補算給你說的三聲 三聲倒出來我九萬五千票 九萬五千票 合理說 我應該要輸兩萬票 九萬五千票倒出來的票 你兩萬七萬 我要輸兩萬票 你輸兩萬 你就是說 這個五萬對四萬這樣輸一萬 你如果五萬五對三萬五 這樣輸兩萬 來講 但是 高雄開來是他輸我三千 到 現在的盤 四天前 四天前 他輸我三千 很多來行 兩萬比三千的意思 沒有 照收股來算是要輸兩萬 現在是說他輸我三千而已 到長這段過 反省問一下 你們就會聽到我輸他三千 有信心嗎 有信心 這是這樣 雙句是在看一個寫 而且四年前是國民黨最參選 參選得沒有人太遠 四年後的今天 是民進黨在那裡 因為民元氣 這不是國民黨的政策 這是民元 民元讓這些人走出來 不是說我做得好 你們出來給我打破 我還沒做 你還沒開始做 對 我還沒做 是那個人開始對我有信心 所以願意走出來 那麼這個民元 不是 他只有萬壇民進黨 萬壇民進黨就是標示 那個人不出來投票 不是這點 這點是願意出來投票 所以裡面這些人 除了不是在這個雙句裡面 那些人 他的腳底下 有這些雙句的朋友 所以我處理走 這還有一種 我們這樣看不準 鎖骨不準 再來就是 我處理掃鞋的時候 我處理掃鞋 我在車上 在掃鞋的時候 在家裡 在自己會手的人 我處理掃鞋的時候 還會手的人 那種感覺不一樣 我真清楚 包括我們處理這個 早餐今天廟後的處理 八十桌在掃 我掃八十桌 要掃幾分鐘 過身生掃八十桌 掃幾分鐘 白人掃八十桌 掃幾分鐘 很簡單 這個要掃 你掃一台的時候 兩台下來了 說這樣比較客氣 我告訴你 我對你是沒什麼印象 但是我兒子就說 叫我愛跟你拍一張照 他現在就說他兒子 我像偶像機 聽到這樣 我們就覺得說 你就說你要遮到 樓下就說你兒子 你說什麼 這就標示 他對我們有一個好奇 好奇的時候 他會去了解我們 所以你本來的米辣 他會給你看 你真的在鐵龍魚面子 以前對你就沒什麼了解 這都是民調的改變 所以輝文要有信心 好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輝文剛剛講的是 其實兩件事就是說 未來國民黨不分區的提名 應該要怎麼處理 對於地方監困選區的經營 怎麼去處理會是比較好的 但是他剛剛提出來那些數據 一個是2012 2016 還有包括去年的提名數據 但是我關注到的是 謝龍介這一次對的對手是誰 是郭國文 郭國文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對上謝龍介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他的區域是一個什麼樣的區域 郭國文過去對於身為 勞動部的次長 他怎麼樣對待勞工 然後謝龍介 他對於農於民 農於產業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對手不一樣 角色不一樣 時間點不一樣 都應該會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我也非常同意輝文所講的 未來在監管選區 國民黨的不分區的提名 其實對於未來 接下來四年的經營 其實就是國民黨 未來如何遍地開花的 最主要重點 所以你覺得 輝文對於不分區的建議很好 但是謝龍介可能用不到 對 希望他用不到 希望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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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